王曼玉自评对世界杯不太适应 主要还是自己没打好 新华社新加坡12月5日电 正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世界杯决赛 5日冷门谍报 包括新科女单世界冠军王曼玉在内的多名中国国手 意外遭遇败绩 先后无缘八强 率先暴冷出局的是 刚刚在休斯敦市拼赛夺冠的拼弹新后王曼玉 他在自己的首场WTT世界杯决赛对阵中以7点11分 6点11分7点11分遭杜凯琴横扫 后者现世界排名第12位 上月刚过完25岁生日 目前是中国香港队的头号女单 这是二人在国际赛场成年组的首次交锋 此前的青少年赛事中 他们各取一胜 赛后反省自己的首战表现 王曼玉说 整个人有点空白 没打进去 他还表示WTT世界杯的比赛形式 自己还有些不适应 比赛时专注度不足 因为9位交手 对对方的球路也感到些许不适 王曼玉说 从市井赛转换到另一项比赛 心态上也没太调整好 杜凯琴的赛后表达则更显坚讯 称自己是抱着向对手学习的心态 去意纷纷的拼 毕竟平时训练都没有这么高水平的对手 在东京奥运会上 为中国香港队拼下一枚女子团体同牌时 杜凯琴和他的队友们 曾特别致意中国拼协和国拼队 感谢疫情期间邀请他们一起训练备战 至此南单下半区已无国拼成员镇守 女单方面 奥运冠军陈梦3比0 淘汰新加坡老将冯天威 与3比1战胜日本萧球手 左腾同的王毅迪会失半决赛 二人将于6日下午 争夺一个半决赛名额